现在钱你都不交进去 老板你 你要等他把钱出来要 他现在在筹钱 他给他不及 他能跑到马上 晚上在上海打工的罗华和老乡 外出逛街时遭遇了车祸 肇事司机许世文并没有逃逸 迅速将他送进了医院 可赶来的罗华女儿 却和许世文在医疗费用问题上 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两方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故责任到底是谁 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医生迅速对罗华展开抢救 罗华满脸都是血 意识已经不清楚了 医生初步诊断 他出现了脑外伤 且下肢开放性骨折 他的颈椎损伤 如果是高位损伤的话 还有可能会引起生命危险 和各方面的功能障碍 情况非常紧急 急诊室外 第一个到达事故现场的交警 要先帮两方人理清 要处理事情的顺序 许诗文看起来异常紧张 一直蹲在地上 出事的 正式的 两方人都是一样的打工人 身上都没几个钱 现在的重点 除了罗华的生命安全外 都是医疗费用的问题 谁来付 付多少 是悬在所有人心头上的问题 神经外科医生 前来确认罗华脑部的伤势 送罗华来的老乡 在医院外赶紧联系罗华的家属 罗华的女儿罗燕 远在云南 要想赶到上海 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坐飞机过来 许诗文一直守在这里 说起出车祸的情景 她忍不住复述起来 按照许诗文所说 刚喝完酒的罗华和老乡正在人行道上 一前一后地走着 此时正好转到了绿灯 司机正常行驶而来 已经走到马路对面的老乡 看到了按着喇叭冲过来的火车 赶紧向罗华打招呼 但罗华许诗文喝多了 并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许诗文也来不及杀住车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罗华还在急救室躺着 许诗文和老乡一直守着 事情发生的突然 再加上双方都是贫苦的农民工 两个人谁都无法一下子 拿出足够的医药费 两人对于事故的责任也弄不清楚 非常的惊慌 隔壁床的一位公务员 发现了这个情况 热心的管起了闲事 两三句就划分了责任 让许诗文先不用那么紧张 他属于正常驾驶 不必负主要责任 但出于人道主义 可以先把医药费垫上 毕竟救命要紧 法院肯定会秉公办理 钱不会拿不回来 就像这位好心市民说的一样 人不能不救 身上只有200块的老乡 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垫住医药费 罗华的治疗又迫在眉睫 医院提出可以先办理欠费 罗华因为脑部有血块 所以每天都必须拍摄CT片 确诊恢复情况 如果出血扩大 他可能随时就要进行手术 司机许诗文回家筹钱 罗华的女儿罗燕还尚未赶来 老乡一个人待在医院忙前忙后 第二天晚上9点 罗燕终于从昆明赶到 一同跟来的还有17岁的弟弟 两人一月的工资 加起来才1000来块钱 而爸爸一天的住院费 就是1500 尚未见到父亲 罗燕的心里就已经预想到了 极其糟糕的情况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罗华的肺部多处损伤 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意识 刚刚大学毕业的罗燕才21岁 出入社会的他尚且青涩 看着痛苦的父亲 却无能为力 爷爷刚去世 奶奶卧病在床 家里全靠父亲一个人撑着 如今顶梁柱倒下了 面对可能会瘫痪在床 甚至去世的结果 面对可能要背负的巨大债务 罗燕压抑地哭了 许世文再一次悄悄到病房 看望了罗华 他这段时间都没有逃避 他理解受伤者和家人的痛苦 医生告诉他现在罗华的状况 一是颈椎骨折 如果稍微活动不当 那么罗华的呼吸可能就会直接停止 二是脑部的血肿 经过后续CT复查 如果血肿面积不大 病人会自己慢慢吸收掉好起来 如果血肿加大 那么只能做开颅手术 徐世文喃喃道 但愿他命大 听到罗燕道了 徐世文准备和他好好商讨一下 这场师父的责任认定 和医疗费的支付问题 可罗燕现在正是痛苦难受的时候 遇到撞伤自己父亲的肇事刺激 自然是没有什么好的态度 你们这边是 前夜不顶夫就跟我爸爸中谈的 你听我讲 事情慢慢来 这不用慢慢来 这是病人已经谈到上面了 你慢慢来 没命了怎么办 听我讲 我不听你讲 你现在得听我讲 因为我们这边 现在已经谈在里边了 对吧 这个是事实啊 这边的话你得订付 你不能这样的这么谈的 谈的没命了怎么办 徐世文尝试解释 想要先将扣押在警局的货车 先取出来 只有把货先送到了 才有钱拿出来订付医药费 但罗燕并不相信徐世文 始终认为这是他的托辞 不用说这些理性订付 把我爸爸给医好了 这个什么都好说 徐世文没有生气 他仍旧理解罗燕急迫的心情 耐心的解释 安抚着大家的情绪 我主动的过来 把他过来抢救 这个事情呢 不问他错 不问我错 总归是一条命 但是我们 我有这种义务 去帮我扭行 他这个抢救的责任 想我们给你颠覆 这肯定给你颠覆的 徐世文掏心窝子的一番话 终于让罗燕顶了心 他们一起去向医生咨询 后续的费用还需多少 但罗华脑部的血块 很可能需要动开颅手术 清除的这些消息 再度让罗燕崩溃 他心疼爸爸 又担忧家庭 即将背负的巨额债务 面对司机 他的态度非常作劣 而徐世文也没有钱 他希望罗家 能先颠覆一部分费用 可罗燕刚出社会 弟弟也只是一个学徒 他们更没有钱 两方人无可避免地 再度整治好钱 你付一两亲 那个也叫父亲 一两亲你说管什么用 如果你们不付钱 我也没钱拿来付 知道了 钱给咱们一看 你还有钱的 有没有 咱们都 但这么吵来吵去 终归不是办法 争执过后 始终没有定论的双方 决定前往交警队 认定责任 事故责任很快划分清楚 从交警队回来的罗燕 也终于弄清了事情因果 因为的确是父亲闯红灯 造成了交通事故 所以必须要负一半的责任 他也终于冷静下来 告知了家里 开始四处借钱后 两姐弟依偎在一起 沉默又疲惫地 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两姐弟看起来 似乎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 特别是弟弟 刚出工毕业 就要辍学出来 打工补贴家用 就连姐姐上学的学费 一直都是弟弟打工赚来的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挑苦的名人 如今父亲又出了这样严重的车祸 让本来就贫苦的家庭 更加雪上加霜 罗华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 医生最后认定 不需要开炉手术 罗燕松了一口气 但掏空家底的医药费 还是让他身上的担子 越来越重了 肇事司机许试文 虽然是正常行驶的一方 经济状况也不好 但他还是负了道义责务 一直为了医药费的事情 四股奔波 直至罗华出院前 一共一万五千元的治疗费用 都是他帮忙筹到垫付的 一场车祸 让两个打工者交集到了一起 一份理解 又让这场看似不能解开的矛盾 释然了 最后还是要奉劝大家 走路开车时一定要遵守交规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否则不仅是自己痛苦难受 亲人也跟着受苦遭难 这次复杂务 我会做了 我会做了